就是英文質疑,New Media Arts 可是,你想像在油畫可能被發明的時候 油畫可能也被叫做New Media Arts 任何一個新的媒體,大家都不知道怎麼搞定它 就說我們要好幾十年 所以我覺得,在過,尤其是現在就翻得這麼快 可能不知道幾年,數位藝術就沒有人在講 就是藝術,你就會不知道 可是,第二天就是那些繪畫、雕塑那些還是會在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會怎麼 我也不知道那些,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那些人會怎麼看待我 如果我發展出這些新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我做的東西其實跟藝術還是有差 就是,我覺得我做的東西,如果拿去給在藝術界已經立足的一些人來看的話 他們覺得說,這個是藝術嗎 就在我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我沒辦法做我的東西是藝術 單就我在藝術學校唸的一個碩士,就叫我東西是藝術 所以我覺得還算有點乖乖的,所以我覺得,你還要適合 藝術版就是很奇怪,我覺得大概就不要拍 就坐自己想坐 你覺得 Q 就是藝術 宵夜的時候在營秀藝術就好啦 做磨菜也是一個藝術 藝術太承重 只是,做菜也是藝術,我覺得要跟你爭兵一下 先去後面走 沒有啦,那我先把問題交給第三個人 我可以回頭,請問嗎 可以 要是我,換我回頭 謝謝 謝謝 我就是,我之前在研究的題材是文化藝術 那我做的事情是,我做的研究是 因為我這次做配音樂 配音樂 然後再設計一個AI,它可以超越配音樂 所以,同理就是它也可以應用在 就是繪畫,就是傳統各種語言 那,電腦其實有人一直在哪裏方的那些 所以,這是我認為,就是除了藝術的很重要 就是,藝術其實最認為是人類獨的 但是,現在開始會拿到藝術套 不知道有沒有在,在美副面書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觀察到類似的關係 你只有碰過一個人在做經驗上 好,我只是做經驗上 兩個,加兩個 就是,美副不要多啦 但是,這一隻非常的小眾 就是,在世界大學生 非常非常非常 所以,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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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一隻王爺 小爺,小爺 謝謝 有沒有第三個朋友要發揮 大家想要吃小爺,真的嗎 OK,好,不是為了小爺 那個,我想回到美副中的部分 比較好奇 因為,在台灣 然後,可能像距離B的話 有一些專案 都是為了社會上發生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就出了一些狀案 然後呢,偏偏我們政府 又出了很多政治跟公平爭議的問題 所以,專案通常都圍繞在整個政治上 這個公平爭議上面 那,在這次的美東搜裡面 我們比較好奇 我比較好奇的是 在美國的這些華人 他們的關注的引擎 會落在哪個範圍 然後呢,他們會對於台灣的部分 比較關心的是哪些項目 這是多變化形象的問題 謝謝 等一下 等一下,指定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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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其實還蠻很多 但是,就是 針對於 我看到的 我,我事先觀察他們 因為他們會先寫下他們的專案 就,大致上你會看到 呃 在台灣的時候 會蠻多是跟你生活中招立體有關 但是因為他們人是在美國 他們只能 像這個,他怎樣 他只能在美國 他只能透過各個 譬如說距離別消息 或新聞消息 來知道 台灣發生什麼事 所以 因為多數來講 他們想要做的東西都是 偏向於 呃 比如說像有台灣書籍資料庫 或翻譯這種事 你會發現他們 沒有那麼直接 跟我們生活上的議題 會那麼直接的相關 但是他們有提出一些 比較 公用性的東西 會比較高的 然後像是 他們有提出 直接投票 也是民主民體的 然後 或者是一些連署的平台 然後 呃 像 那時候因為其實 北東松很接近台灣選舉 所以他們 很直接的就說 他們要幫助 呃 議員投票程度 來做一些修正 所以 所以這些過程 還有像 呃 開放的那些視覺化 就是他們做的東西 其實 跟 因為台灣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會很直接的 就是要解決一個 呃 很厚切的問題 在他們來講 他們會把那個層次 再拉到比較大一點 他們會想的 比較廣泛 會 會開始想說 那 那這個議題 就是這樣 北貓專一次 其實他們講的議題都還蠻大的 然後 然後我覺得 是 所以那時候就會 不停的跟他們說 可能有點太大 對 就會跟他們講說 他們可以挑一個問題的 中間一些小部分 不過你們看到他們 其實他們還有蠻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會 會身兼很多個專案 就是在 我覺得在台灣的時候 像 在黑客中 大家會專注在 一小區塊 然後大家會很努力的 想要做出成果 但是他們就是 會 會有很多想法 會身兼 比如說他們就是 有一組是 他們那個 同時在改那個 議員投票的指南 然後 然後那個人還同時說 那我現在架一個 那個 不是那種 Provices of China的站 這樣子 然後 所以他們會同時做 就是有時候會有 同時做很多事情的狀況 所以 覺得對他們的 嗯 就是 能力啊 然後還有各方面 他們呈現想法 你會覺得 的確在 人在 國外 會看到比較不一樣的實力 有同意 絕大部分的 那個 全部吧 同意 我自己本來就是 對做平台比較有興趣 嗯 就做好平台 然後等大家 然後再來就是 我 再來其實我覺得就是 小議題和大 大視野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 黑客松 我實際 必須要 面對 必須要面對的一個 最終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因為黑客松 或是短時間 短時間集中精力的一個模式 我知道我只參加過一次黑客松 就是對不起 可是 就是有很多 有事情是需要長 就是東西大一點 就需要多年的 或是需要長期的開發 什麼之類的 那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我們開運的社群 或是去領域必須要 我們去 必須要 必須要 思考我們 必須要怎麼面對 嗯 然後再來就是 失去興趣化 什麼班之類的 這些東西 那我同意 在美國的華人 其實在美國的華人 至少我啦 對台灣發生的大小事情 其實還是蠻 蠻 蠻 很關心的 然後 雖然說有12小時的時差 其實大部分的事情 你們都還是知道的 只是我們身在 身在國外 然後通常大家都是去念 除非有學 然後 美國的學藝 這個壓力可能 這樣 貴嘛 所以就是相對來說 那個 輸出土地可能要貴 所以 時間就比較少 可是 我覺得這一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大家一個 就是啊 我想做這個 這樣 然後就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 至少對我們 就是 台灣人 在美國的台灣人 就是很好的 謝謝 謝謝 下一個 不要舉手 來 2 1 第四個其實就是我啊 你現在要做那個 杯子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講啊 你講啊 好 好 你現在多大時間又來了 我真的要故意 我會認證 好 想說中間 誰請揹我手邊線 或是剩下六個 好 然後我們今天賣完就比較多 謝謝 關鍵工作已經有一部分變成是 我怕你打 打開門 跟我說 現在我跟你說 有人要買買杯子 蛤 我不是客人喔 不好意思啊 我就去買杯子這樣 幸好我老闆不介意啦 拿這個杯子來 我比較晚一杯 我是有很認真 很認真 我想請你家來了 兩位一位 就是 就像提到的外 從美國回來之後 是 你比較長期 在這一塊著墨嘛 那你從美國回來之後 你有沒有想 特別放大 想要更深入做牌 的話 牽連 然後 會不會原本 比如說原本原子 想做的事情 你ABCB不準 那從美國回來之後 是不是 哪一個版的 比較不想做 不行 其實我比較在意 就是 就 可能我們有時候 以後在台灣會覺得 我覺得 應該要先做A這件事 可是 換一個角度來想 是不是 反而B這件事 比較重要 靠用旁觀者清 來講的 那另外一個 想問是 後來台灣之後 你會想要做什麼 在哪一塊 是你特別想做的 謝謝 我 好 比較 呃 可以說 因為 因為 我 我 我的個性就是 很容易被推開 所以其實 所以 所以問我說哪一個 比較重要的是 呃 我那時候去Sada Foundation 她問我說 她就問我說 你想要做什麼 那時候我跟她講 我有點忘記我在講 我記得我講三件事情 然後 呃 第一件事情是 呃 第一件事情是我講的是 就是開放的國會 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在 因為我們 就是GYP有一個 國會大大支 那我在 握草 握草有一個國會無雙 那可是其實 在這中間 就像我們其實 最近內部有些 小小小的 其實像GYP這個專案是 把 呃 立法院的 資訊整理了一遍 然後讓她 比較容易的去 用這些資訊系統 那 過沖這件事情 是把 監督立院的事情 變得比較 容易去接受 但是 大部分 呃 其實因為我們都 對於 呃 應該說應該握草啊 握草大部分呢 我們這些都對於 國會的監督 其實我們對立院的 運作 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我們會 等於說從零到一嘛 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去探索說 我們要 要怎麼了解這個立院 欸 所以我們 才了解到其實 大家為什麼 不懂立院在幹嘛 或是不想要監督 或是 就是放誠它 是因為 就是因為大家都不懂 所以大家不懂 自然你會 就忽略 自然你會 就忽略 所以 所以 這一次就是 我想要 就是做的是說 那 那三大反對選 你們在這之間 你們怎麼學的 平安電視說 在開發這些工具的時候 跟 因為開發工具是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 你不需要讓民眾 輕易的接觸到這些資訊 或是 讓其他公民團體 很容易用你的工具 那我想要知道說 他們怎麼做到這裡 那第二點 那第二點 那時候是說 就是 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 我在那個嘛 我在台灣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做直播這件事 然後還有 那時候我跑去那個 香港 大家知道 站中最近 終於快了那個 那那時候我剛有去的時間 就是 就是因為 之前本來就是收到 收到那個叫招單子 然後就決定去香港 沒有啦 就剛有碰到他們站中 然後從 就很輕眼看到那個 沒有人 然後慢慢 人越來越多 人越來越多 然後一直問那個 酷酷酷酷的那個 朋友就說 因為他本來一直對香港人 態度很失望 我就說 這個現在的人數 你有沒有覺得 可以了可以了 然後他一直問他 然後等到那個人幾乎 站滿那個 就是那個 我們站在地方幾乎都站滿了 然後他就說 嗯 他覺得香港有失望 就是 結果沒想要持續這麼久 對 那就非常不可思議 那時候我們就在討論說 因為其實 會發生 如果大家之前318 如果有親自到現場的時候 你會 比如說像25萬人上街頭 或者是不然 他號召 號召再上 在318那個 改道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 我們在 我們在 螢幕前面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些訊息在發生 然後 但是我們 又沒有辦法清零到現場 然後 但是如果你清零到現場 你會發現 那是就是 網路會不通 那這時候 然後 你就沒有辦法 你雖然是在現場 但其實你會發現 你迷失在人群中 甚至其實 最重要的時候是 在 比如說像 在那時候會 會有一些 留言 就會開始說 欸那個 比如說他們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可能是 有警察 或是有其他 不懷好一些團體 就混在裡面 然後就可以說 欸我們現在要解散囉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你也不知道 這消息是不是正確 所以就被帶走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一直想要解決的問題 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在 這麼多人 大家沒有辦法網路的時候 有哪些方法 可以去得知道最新的消息 然後 就不要被影響 然後 讓這個活動 繼續持續他的熱力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 即使你在現場 也可以接觸到 就是 真正台上在散播的消息之類的 那 這是第二 那第三個就是 關於那個 鎮商關係 因為 大家討論這方面 他們很熟悉 所以 我想說 因為我們有一個開放針針線 但是 他們也有做一個工康 但是 這方面在 在 資料上面 我們其實都蠻齊備的 但是現在少了 就是可能是 如果我們要去研究這些 數據之間的關係 那 大家討論一下有沒有一個模式 一個學習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就是 就搬到 台灣這一套來 就是我們可以很輕易的知道說 現在哪些 就是 政治人物跟他的 背後的政治現金 跟這些公司 其實是有一個 一個一串流程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很輕易的發現 哪些是有問題的 不過就是 這時候我只提這三個 那 那 我也不知道到底能否取材 那 實際上 實際上 在 回來台灣以後 呃 我覺得我比較 就比較 可能 就是 覺得現在最想做的還是就是 在於 國會 國會這方面 因為 我們最近在 實在深圳開討論 就是在討論說 就是 呃 像國會有很多 議題我們真的 就是 一般的人民真的是 不懂 那但是他們 但是我們也有很多 很棒的監督環境 比如說 他們公布 但是 他們 議題會有一個深切 但是 如果太深的話 人民其實會 會 會 就 不了解 那 有沒有辦法就是透過 國會大太制啊 或是透過 波草 能做出 讓大家真正 很輕易的去 知道 國會的東西 就是 可能會 近期比較想做 那 呃 真正 真正其實還有一些 偷偷想要做 但是以前 其實都沒時間 就是想要做一些很有趣的 直播 互動的 東西 因為一直在 就是立馬院 就是直播到 立院影城 就是我覺得 就是直播其實是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你能知道現場的消息 但是 到底 就是 結合了現在發生 現在有 陣路已掉在直播 然後 螢幕那邊有人在看 那 那有沒有辦法 真正的結合我們現場的人 跟遠端人做互動 我覺得這是 覺得 可以去突破的一個方向 那 好像也沒有說 不想要做什麼 因為 通常就是 我通常就是 對很多事情都沒有進去 所以 會顯得就是很雜的話 就是 所以大家會說 我腦波會很弱心 是因為 我對很多事情都還沒有進去 所以大家一說 我就會去 帶點研究看怎麼做 那 那 那 大家如果想要退 可能我就可以進來 那我可以 好 我想回應 剛剛講的那一點就是 政上關係 因為 然後知道各國法律不同 譬如說 政治限定的上限 或是幾 什麼持股 幾%什麼國 就不了解 這些數據都在寫在各國法律裡面 那如果有機會 如果 如果能夠 如果我記得 據林彬剛成立的時候 光有哪一個人在講的時候 曾經講過 就是用什麼 城市治國的概念 就把法律改成 就把法律 變成城市 你就電腦可圖 判斷式 如果 如果 就先不要講城市治國 如果把法律變成 呃 判斷式就是 什麼大雲集啊 什麼什麼 然後這些東西 能夠 變成一個model 讓你的城市 就讓你的政上關係 可以 可以補腳的話 那這樣子就可以變成說 你可以 讓青龍知道 判斷說 誰吃個摸桑 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是你回來 這樣想做事 不是 所以你要可以 只是一個brainstorm 沒有 我回來想要做的是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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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e 額 額 正 一定是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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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資訊和論點,還有人物和事件的一個工具 當然是網路的,就是網頁的形式 然後視覺化的方法是用 是用 叫什麼 就是點和連線 不知道我們叫什麼 對 關心 嗯 我還在進行,所以 還不知道可以做到什麼樣子 而且只有兩個,所以很慢 不知道open source有辦法 然後再一個是 再一個是,就是 跟另外一個朋友有在訪問 就是 就是 台灣很多很厲害的 業餘研究員或是職業的 就是他們 對於某個台灣在地的 東西 研究了這樣的口測 然後他們會寫很多很精彩的文章 然後通常 在台灣 我覺得這兩個塊錢很大一個 很大的出發點 之一就是 為了要讓 為了要破離Facebook 因為Facebook實在是一個 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一個行為 因為Facebook大家都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可是台灣 目前看 或是甚至可以講全世界 至少是歐美先聽聞 至少是台灣和美國 分享資訊 都用Facebook 那 像這些寫手也都是寫文章 然後放在Facebook上面看 可是 就不要講別的好了 Facebook界面都非常的 對 所以 這種發覺就是 有點像是 像 外國 現在很有名的Media 有點像那樣子 不過 還想 還想著 還想著 如何能夠讓這些寫手 能夠透過 寫文章 就賺點錢 所以 我覺得 只要 比較 就是 弄到錢這一塊 大家就變成這樣 喔 這樣 你要賺錢嗎 這樣 可是 賺錢其實不是一件 罪惡的事 罪惡的事是 你除了賺錢 不想別的事情 就是 這樣就是 不太對 好的 那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然後就放兩位這樣子去吃宵夜 我覺得這個形勢就是剛好不好 下次可以改一下 就這樣子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威權師 下次就是說 你還要再出來面對一次對不對 下次就是 誰 再來講話 不要擺著 不要擺著 好 好 誰都很明明主辦 大家都不能騙 好 沒有人要問 兩位家的問題 可能是 大家想要默默的接近他們 好 我最近比較迷上 就是 以前我很不習慣 就是我去參加狗鬥 然後主辦單位跟你說 認識你身邊的朋友 就會覺得 因為我上班都一直在講話 對我下班就是一個私逼 不太愛講話 但是呢 你想想看 我覺得今天很有趣 當在訂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是有跟我說 靠 這麼窄的題目 有誰會來聽啊 我就很很開心的跟他說 真的有人來聽 而且有很多開愛的女孩子 能來聽 關係一些事情的 心 我想大家的心 都是不變的 但是 整個活動的心是不要搭 是可以改進的 好耶 就是我覺得可以改進的地方 所以呢 我想要再一次鼓勵大家 認識你身邊的朋友 為什麼他今天會來 問一下他嗎 為什麼你今天會來 好 然後 跟他交換一下姓名 然後 假設要包圍傳說多的村長 接受他的加持 村長 我沒有認識你的村名 然後也可以趁機 回賣了20分鐘給大家 因為牽名 沒牽名 不行 然後我們才會談 大家來記得吃烤山豬喔 才能拿到村長的簽名杯 好 那我會留我現在開放20分鐘的推坑跟交流的時間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想要做的事情 跟想要誤會別人說 我最近想做這件事 你有沒有想要一起做 或是其實你想要做的事 謝謝大家來 認識一下你身邊的朋友 祝大家晚安